说到鸡肉的红烧 关于鸡肉到底要不要提前焯水 怎样正确的来进行腌制和煸炒 其实90%以上的人都做错了 今天这套青笋烧鸡的详细做法 这里一次讲透 请认真听完 首先选用一只四五斤重的土工鸡 我们用半只就可以了 把鸡剁成块后 一定要冲细几遍再控制血水 下来第一步鸡肉的腌制处理非常的重要 很多人选择焯水或者直接下锅 都是不正确的做法 焯水会丢失掉鸡肉的鲜味 直接下锅炒的话 鸡肉的去腥和入味上也会有很大影响 所以入锅前就一定要给鸡肉去腥入味 才是正确的方式 咱们在鸡肉里加点酱油提色增香 倒点料就去腥 加点盐再入点底味 胡椒去腥提味 再放入几块拍烂的葱姜进去 再像这样用手压出葱姜之后 沿着一个方向快速搅拌 给鸡肉充分按摩 一定让鸡肉吸足了料汁 再腌制15分钟以上 入耳后剪出掉葱姜 这样的鸡肉腌制处理流程 才是正确的方式 还有一点要注意 很多人直接把葱姜块放进去 不用拍烂和揉捏出汁水 那它的味道又怎么能出来呢 今天选用青笋来做配菜 就是像这样翠绿色的窝笋 在四川一般叫青笋 这种笋不仅仅颜值好看 吃起来也非常的香 下来把它滚刀切成块 再准备一点安吉海腊皮子 和青笋做个搭配 腊皮子不像其他干辣椒 是作为配料使用 它肉质厚实 独特清香不辣的口感 更多是作为配菜使用 非常适合这道菜 泡发后改刀切成马耳朵结 再准备料头 要突出这道菜的味道 一定要用到泡红椒和泡姜 泡椒要像这样剁得很细 除了味道外 一定要把红亮的汤色炒出来 泡姜切成片 再准备一点姜酸粒和小葱结就好了 下来把锅烧热后倒菜籽油 再加一点猪油进去增香 大火七成油温左右 下入鸡肉开始煸炒 接下来的关键点 很多人认为鸡肉下锅炒一炒就行了 其实这种想法是非常错误的 稍微炒一炒和炒干水汽 炒到出鸡油 鸡皮焦黄打卷 完全是两个概念 经过规范腌制后 炒到鸡肉吐油 不仅仅是最大程度上带走了腥味 更重要的是把鸡肉多余的油脂 全都炒出来炒出香味了 鸡皮变得Q弹 入口肉质紧实 没有肥油 满嘴的肉香 这才是鸡肉该油的味道 炒好后 先把鸡肉捞出来 锅里留油 下入几颗青花椒 炒出香味 先下姜粒炒香 再下蒜粒炒香 然后下入泡椒末慢慢炒出汤色 把泡椒味道炒出来 这一步也非常重要 炒香后下入泡姜和腊皮子炒香 然后下入鸡肉推匀后 加适量的水开始炒味 放一个八角和两片香叶 加酱油 料酒和胡椒调味 烧开后 关盖转成中小火 根据鸡肉情况煮25分钟左右 然后开盖下入青笋 再继续烧煮12分钟左右 青笋可根据个人的软硬喜好来确定时间 下来根据汤汁情况加盐和味精调味 然后转成大火收汁 您起锅前下入小葱节推匀 勾入陈醋蒸香 关火起锅 这样一道做法看似简单的青笋烧鸡 经过了正确的腌制和煸炒 味道可真的不简单 如果喜欢这道青笋烧鸡 您愿意为它点个赞吗 感谢关注 我是南希 一个爱做饭的男人 我的对不起 明天是更好 那你这个回答 我买到调子 我买到庄宅 面前软 你还会 你